倒霉蛋虽然有点倒霉 但奇迹还是在线的 叶卓昨天晚上能赢了他 也是费了些脑子的 好久都没遇到过这么厉害的对手了 于是 叶卓便点击同意了添加对方为游戏好友 并备注倒霉蛋 而后他便打开直播间 因为有昨天晚上的人气在 叶卓刚打开直播间就有一百多个观众 林莎莎捧着手机 惊讶地道 卓卓 你不露脸啊 叶卓微微挑眉 技术流需要露脸 林莎莎有些失望 叶卓长得这么好看 不露脸 真是太可惜了 如果露脸了 直播间观众人数肯定比现在多 也是这时 林莎莎才发现 叶卓的直播设备也极其简单 就一个摄像头一台电脑 连个美光灯和声卡都没有 也幸亏叶卓生得白 皮肤跟牛奶似的半点瑕疵都没有 要不然 可经不住高清摄像头的考验 主播小姐姐我来了 主播小姐姐 今天晚上还玩象棋吗 嗯 是的 主播游戏账号多少 我要挑战你 我输了 给你送十辆跑车 如果你输了就露脸 敢玩吗 爸爸什么时候怕过 叶卓将游戏账号报给他 不一会儿 就收到对方的游戏邀请 叶卓点击应战 叶卓点击鼠标 坐费一个车一个炮一个马 让你三个子 免得传出去 说我欺负人 卧槽主播好 哎 爱了爱了 帅气 不用让三个子 我是专业骑手 而且我也从不欺负小女生 叶卓不慌不忙地点击开始 三个子而已 就算你是专业骑手 爸爸也照样赢你 主播口气不小 再加一条 你要是输了 不但要露脸 还要叫我师生爸爸 叶卓也不是个肯吃亏的人 我觉得OK 那你要是输了 也要叫我师生爸爸 没问题 对一开始 叶卓一边下棋 一边和粉丝互动 他说话看似不着边际的 其实每一句都是金句 能让人呲牙傻笑 有了露脸和叫爸爸的赌局在 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 从百位数直接涨到千位数 战况也越来越激烈 不停地有人刷礼物 用户 天塌地线紫金锤1225 送出一支穿云剑 用户 我是一条小可爱啊 送出一辆跑车 对方不愧是专业的 一口气吃了 叶卓十来个子 眼看叶卓就剩下一个炮能过河 而对方还剩下两个车两个炮 胜负已定 小姐姐输定了 主播要露脸了 大家做好准备截图 哈哈 主播叫爸爸 叶卓依旧不慌不忙 不是爸爸吹牛 除非是爸爸不想赢 否则没人能让爸爸输 就在这时 本已成定局的棋盘瞬间扭转乾坤 洪子强势逆袭 将军 洪子赢 卧槽 主播 爸爸厉害 爸爸威武 卧槽 看得我心情澎湃的 我一个不会下象棋的人 看了小姐姐的直播后 都爱上象棋了 这都行 主播是什么神仙小姐姐啊 用户 那个狗子呀 送出十辆跑车 爸爸星号石 用户 天塌地线紫金锤1225 送出十辆跑车 边上的灵莎莎 看得目瞪口呆的 他是一个经常看直播的人 自然知道跑车的价格 一辆跑车价值人民币一千 十辆就是一万 加上平台的抽成 叶卓还能拿三千 差不多是他一个月的工资 今天晚上 叶卓总得收了二十多辆跑车 还有其他礼物 这也太厉害了吧 而这时 直播间观众已经从一千三 涨到了三千三 并且 人数还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等直播结束的时候 直播间人数 居然高达一万 看到今天晚上的收益 竟然有八千块 叶卓便带着众人去撸串 吃完烧烤回来 已经是快十二点了 洗完澡从卫生间出来 叶卓突然想起来 OS系统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于是便打开电脑 将剩下的代码做好之后 便登上国际网站 发信息给对方 在吗 在的大神 那边很快就回复了 OS系统已经做好了 现在发给你吗 屏幕内头的黎千东 看到这句话时 惊讶得连嘴巴都合不上了 连忙抱着电脑 往陈绍青的卧室跑去 五个 五个 听见动静声 陈绍青不紧不慢地 关掉刚打开的游戏网页 偏头望去 怎么了 黎千东举着电脑道 做好了 什么做好了 OS 大神把OS系统做好了 陈绍青神色一灵 伸出捏着扶住的手 电脑给我 黎千东立即将电脑 递给陈绍青 电脑屏幕还停留在 聊天窗口页面 陈绍青立即编辑文字过去 麻烦现在发过来吧 对方很快便将 OS文件打包发送过来 OS系统是一个很大的文件 按理说 没有一个小时是传不过来的 但是这个文件包 还不到三秒钟 就全部传过来了 这就很不正常了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OS系统根本就没有做好 黎千东皱了皱眉 这是空文件吧 亏我还以为 大神真做好了 想想也正常 OS系统连千人团队 都无法完成 大神就算再厉害 也不可能在短短的 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 伺及此 黎千东满脸失望 陈绍青脸上没什么表情 紧抿着薄唇 一手撵着佛珠 一手控制鼠标 不紧不慢地打开文件包 本以为是个空文件 没曾想 一打开便是铺天盖地的数据 陈绍青微微眯眸 不动声色地将这些数据 全数收入眼底 他虽然看的是电脑屏幕 但食指却快速地敲击着键盘 这一刻 黎千东的表情 直接就实话了 卧槽 真做好了 大神不愧是大神 牛逼 居然把一个几万兆的文件 压缩到这么小 黎千东此时 只想跪在地上 大叫一声爸爸 敲击键盘的声音停止 陈绍青镇定如丝 慢条斯理地打开聊天窗口 回复信息 文件收到了 用金怎么说 对方很快就回复 陈绍青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着键盘 用金数额巨大 不如见一面 对面坐着一个这么大的神 说不好奇是假的 饶式大名鼎鼎的陈五五爷 也不能免俗 见面 那边的夜卓犹豫了会儿 接着回复 我在云京 你在哪儿 卧槽 大神也在云京 看到这句话 黎千东激动地跳起来 五个你们面积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把我带上 他要去膜拜大神 他要大神签名 他还要给大神介绍女朋友 黎千东越想越激动 陈绍青神色依旧 继续敲击键盘 很巧 我也在云京 时间地址 你来定 夜卓想了想 而后敲了一行文字发过去 周六上午十一点 金中路168号皇家咖啡厅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想了想 陈绍青又发出去一行字 你电话号码是多少 到时候方便联系 很快 对方便将手机号发过来了 你的也发来下 陈绍青拿出手机 将号码存好 很认真的对了三遍 然后将自己的号码也发过去 很快对方便回复 周六见 黎千东看着屏幕上的字眼 接着道 五哥 你说扭呼噜大神长啥样 有没有女朋友 他要是没有女朋友的话 我就把我妹介绍给他 刚好我妹也说 想来云京看看 这样的话 大神以后就是他妹夫了 黎千东越想越激动 那样子 好像大神已经是他妹夫了一样 陈绍青捏着佛珠 你就那么笃定 扭呼噜是男的 肯定是男的 必须是男的 女的能有这么厉害 黎千东接着道 不是我看不起女的 而是女的普遍没什么能耐 你看咱们读书的时候 有几个女的能考年纪第一 有几个女的能考个状元 都说男子和大丈夫顶天立地 什么时候有过 女子能顶天立地的说法 有些女的见到毛毛虫和蟑螂 都吓得哇哇乱叫 耸得不行 男的会害怕这些 所以 在黎千东的心中的 女的永远都比不上男的 他觉得 女人都是小鸟一人类型的 没了男人 女人根本独立不起来 扭呼噜大神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是女的 绝对不可能 你这是少见多怪 头发短 见识也短 阴红色的佛珠 刘苏缠上陈绍青的手指 他目视前方 缓缓开口 古有木兰从军 木贵英挂帅 武则天称帝 由此可见 女子一样能顶天立地 现代社会 男女平等 你这种思想有问题 陈绍青虽然没有结婚成家的打算 但他却没有半点瞧不起女人的心思 生而为人 众生平等 黎千东愣了下 五哥 照你这么说 扭呼噜大神 极有可能是个女的 陈绍青微微点头 黎千东没能控制得住自己 直接笑出了诛叫声 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五哥你要是不信的话 咱们可以打个赌 打什么赌 陈绍青微微回眸 就赌大神是男的还是女的 如果大神是男的话 你就和穆小姐恢复婚怨 作为好兄弟 黎千东实在是不希望 陈绍青错过穆有容 五哥你敢赌吗 陈绍青眯了眯眼睛 行 如果你输了 以后就再也不许歧视女性 好 黎千东点点头 一言为定 怕陈绍青反悔 黎千东还跟他激了掌 陈绍青这就输定了 想到陈绍青 马上就可以和穆有容恢复婚约 黎千东激动到不行 吃素还善良的穆有容 简直就是陈绍青的良配 陈绍青拿起桌子上的腕表 慢条斯理地扣在囚禁的手腕上 准备一下 我们一会儿飞京城 今天周二 距离约定好的见面时间 还剩四天 四天 足以处理好总部的所有事情 好的 黎千东点点头 当天晚上 两人就踏上了 飞往京城的私人飞机 星号星号 某快递公司 叶森 我们分手吧 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子 站在叶森面前 犹豫了很久之后 开口 依依 开什么玩笑呢 对了 你还没吃饭吧 走 咱们去吃饭 叶森刚送完快递回来 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 她跟女朋友李依依 是打游戏认识的 在游戏上认识三年 现实生活中认识一年 两人感情非常好 眼看马上就要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 没想到李依依会跟她说分手 之前根本一点点预兆都没有 所以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叶森才会下意识地认为 李依依是在跟她开玩笑 李依依看了眼叶森 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找个地方聊吧 好 叶森点点头 两人来到附近的奶茶店 叶森习惯性去买了一杯 李依依最爱的红豆冰沙 你自己喝吧 李依依拒绝了 叶森递过来的红豆冰沙 叶森笑着道 叶森 你不是最喜欢喝红豆冰沙的吗 那是以前 人都是会变的 李依依抬头看向叶森 很认真的道 叶森 我们分手吧 叶森不可思议地看着李依依 为什么 李依依不答反问 叶森 我听说 你跟你父母 还有你姐姐他们断绝了关系是吗 是的 叶森点点头 叶森 你如果是因为这件事 要跟我分手的话 我可以给你解释 我绝对不是那种不忠不孝的人 不用解释了 李依依抬手 制止了叶森 将要说下去的话 叶森 我们是真的不合适 再继续下去的话 只会让双方更加痛苦 与其这样 还不如早点结束这段关系 虽然叶森对她很好 很宠她 对她有求必应 但叶森已经和父母那边断绝关系了 当初李依依选择跟叶森在一起 就是因为叶森是本地人 是差二代 家里有好几套房子 而且 叶森的大姐叶双 还是豪门贵妇 现在 李依依知道了真相 叶森在叶家 不但是个不受宠的 而且还被父母赶出了家门 那她就没必要再跟叶森纠缠下去了 叶森连套房子都没有 以后能给她什么幸福 叶森 就算要分手 你也得告诉我一个理由 我是哪里做得不好 我可以改 叶森对李依依是付出了真心的 甚至 她连两人的以后的都规划好了 没什么好说的 叶森 分手吧 说完 李依依转身就走 叶森连忙追出去 拉住李依依的手 红着眼眶道 叶一 我不同意分手 叶一现在是我女朋友 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的大众小轿车 出现在路边 从车上走下来一个男人 狠狠地将叶森往前一推 然后将李依依搂在怀里 一脸得意地看着叶森 叶一 她说的是真的吗 叶森抬头看着李依依 眼底皆是不改致 是的 她是我男朋友 李依依伸手抱住男人肥瘦的腰 男人的虚荣性被满足 笑看叶森 小子 你也不看看你什么德行 你一个穷鬼 也配得上依依 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痴心妄想 男人叫王成磊 云京本地人 王成磊虽然长得不咋地 但家庭条件却非常好 家里有五套房子 还有一辆小轿车 是个名副其实的房二代 比叶森强一万倍不止 要不然 李依依也不会急着甩掉叶森 你再说谎 依依你告诉我 你们在演戏 这不是真的 叶森赤红着双眼 看向王成磊 努力地压制住心底的愤怒 王成磊满脸嘲讽地看着叶森 依依 你自己告诉这个穷鬼 你是爱我 还是爱他 李依依搂着王成磊的腰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爱你了 叶森算个什么东西 他连你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叶森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没车没房没存款 你有哪一点配得上我 冰冷无情的话 一点一点从李依依的口中说出来 叶森的情绪也慢慢瓦解 他和李依依三年的感情 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 可笑 可悲 听到了吗 你曾经的女朋友 现在深爱着我 非我不可 穷小子 我警告你 以后要是再敢骚扰我女朋友的话 我就弄死你 说到最后 王成磊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王哥 跟这种人费什么话 咱们快走吧 李依依娇称道 走 王成磊拉开车门 和李依依一起坐进车内 灰尘四起 车子很快便消失在公路上 只留下叶森一人呆呆地站在路旁 神情木然 啊 过了很久 叶森终于接受不了现实 像个孩子似的 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过往的行人 纷纷侧目相看 大哭了一场之后 生活还是要继续 下午 叶森依旧去送快递 忙碌能让人短暂地忘记烦恼 但是晚上下班后 悲伤又重拥心头 叶森买了一瓶二锅头 回家后 就痛痛快快地醉了一场 叶卓从房间出来 就感觉客厅里有些不对劲 好大一股酒味 谁喝酒了 要知道 叶森是不吸烟不喝酒的 叶叔就更不喝酒了 叶卓寻着酒味 敲响了叶森的房门 敲了好酒 叶森才醉醺醺醺的过来开门 嘿嘿 是大外生女啊 快 快进来 咱 哥 咱也俩今天晚上痛痛快快地喝一场 哥 叶森的脸得像是煮熟了的虾仁 眼睛也红红的 走路摇摇晃晃的 跟踩在棉花上似的 叶卓扶住伸手扶住他 舅舅 您没事吧 叶森摇摇手 没事 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呜呜 可笑着笑着 叶森突然就哭了 舅舅 叶卓被吓了一跳 除了上次在叶霜那里 他还没见叶森哭过呢 叶森捂着脸 蹲在墙角嚎啕大哭 卓卓 我 呜呜 我失恋了 呜呜 叶卓一脸惊讶地看着叶森 他一直以为叶森是个单身狗 没想到 叶森居然有女朋友 惊讶之余 叶卓赶紧蹲下来安慰叶森 叶森虽然醉了 但思路还算清晰 不一会儿 叶卓就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舅舅 都说塞翁施马胭脂非福 其实这对您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好事 叶森打了个九哥 我都失恋了 你还说是好事 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大外生女 叶森都快哭了 叶卓干脆和叶森一样 直接坐在地上 舅舅 根据您的话 可以分析出来 李依依根本就不爱您 他爱的是您的钱和房子 现在知道您没有钱 也没有房子 就立即露出了真面目 现在分手 总比以后结婚了才发现 他的真面目要好 您以后肯定能找到更好的 阁 叶森打了个阁 抬头看向叶卓 好像是被安慰到了 我真的能找到比一一还好的吗 叶卓微微点头 能 肯定能 雨洛 叶卓接着道 为了这种人 伤心根本就不值得 您要振作起来 等哪天您变成富翁了 有他后悔的份 到时候 咱们用钱砸死他 叶卓黑黑傻笑着 对对对 用钱砸死他 聊着聊着 叶卓也就没刚刚那么伤心了 情绪渐渐稳定 躺在地上睡着了 叶卓无语地摇摇头 将叶卓拖到床上 幸好他力气够大 要不然 还真拖不动160斤的叶卓 担心叶卓中途醒来会想不开 叶卓就没去餐厅帮忙 而是将电脑拿到客厅里 坐在沙发上直播象棋 主播小姐姐晚上好 晚上好 主播小姐姐恭喜啊 昨天你的视频在B站首页 Top前三 对对对 我也看见了 用户 天塌地线紫金锤1225 送出一辆跑车 恭喜主播 用户 那个狗子呀 送出漫天烟火 恭喜主播喜提Top前三 从B站视频来的 加一 打卡 叶卓这才发现 他的粉丝已经破五万了 直播间的观众也高达一万多 昨天晚上他下播的时候 粉丝数才勉强一万 看来这个B站还挺厉害的 主播小姐姐 你真的不考虑露个脸吗 叶卓语调淡淡 你们谁要是赢能我 我马上露脸 就在这时 电脑页面上弹出一则消息 用户 小碗先生 V向您发出挑战 小碗先生 这是谁 不认识 叶卓刚想点叉 弹幕上就炸了 哈哈 是小碗先生 小姐姐 你快同意啊 卧槽 小碗先生 难道他也看了B站的视频 主播你火了 不 主播 你已经火了 这个小碗先生很厉害吗 叶卓问道 小碗先生是网站大V 有一千多万粉丝 之前是职业象棋大师 啊我哭了 主播你 居然连小碗先生是谁都不知道 这么厉害 叶卓微微挑眉 然后点击了应战 看到叶卓眉也不皱地就应战 弹幕上又是一堆刷礼物的 叶卓注意了下 每次刷礼物的时候 都有天塌地线紫金锤 1225 笑着调侃道 这位天塌地线紫金锤同学 你家是不是有矿啊 我家有识作作金山了解一下 卧槽 土豪球包大腿 活捉一只土豪 就在这时 直播连迈成功 屏幕内头的小碗先生 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长得很秀气 弹幕上全是我老公好帅 老公加油地自演 叶卓礼貌地打招呼 小碗先生你好 你好 小碗先生调整了下麦克风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声音很好听 暖暖的 小碗先生之所以这么红 也有这副好嗓子的功能 可以 小碗先生点击开局 我是进过全国赛总决赛的 让你三个字 说着 就坐废了两个车 一个炮 叶卓也坐废了两个车 一个炮 小碗先生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我不习惯被别人让 小碗先生笑着点点头 有些无奈的道 好吧 对一开始 弹幕上的气氛 也变得紧张起来 主播加油 小碗先生毕竟是专业的 输了也不丢人 小姐姐加油 奥利给 小碗先生那边 又是另一种花风 这个新人主播好自大 他居然认为自己 可以赢了小碗 杀雕吧 新人主播飘了 确实有点飘 狗咬吕洞兵 不时好人心 老公虐他 狠狠地虐他 棋盘上的局势 越来越紧张 叶卓一直都是 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棋局上已经到了 水深火热的地步 但他还有心情 跟粉丝们开玩笑 弹幕上有人问叶卓 如果他输了怎么办 输 你在开玩笑 难道你不知道 爸爸的座右铭 主播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吹牛 甚至还有不少 小碗先生的粉专门 跑到这边 来骂叶卓叶狼自大 叶卓也不在意 只语调淡淡地道 小碗先生 注意一下 我要将军了 小碗先生一愣 所有的布局 接在他的掌控之中 对方怎么可能会将军 叶卓提醒他 我的马要吃你的帅了 小碗先生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将帅移走 额头上起了一层冷汗 叶卓接着将炮移过去 将军 小碗先生后退也是死 前进也是死 陷入两难的境地 是他小看了这个新人 现在怎么办 如果说了 他的脸要往哪里放 毕竟他是知名大V 说给一个小新人像什么样 小碗先生无路可走 叶卓直接吃掉他的帅 小碗先生承让了 弹幕上直接炸了 我们小碗先生 怎么可能会输 小碗先生故意放水了吧 肯定是放水了 小碗先生看了弹幕 顺着弹幕上留言道 喜塔拉毕竟是女生 女士优先 这都是应该的 我老公好有风度 好爱我老公 对面有什么好得意的 要不然我们老公让着你 你们能赢 叶卓本来就都要下线了 听到这句话 他神色一灵 小碗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 请你把话说清楚一点 女生怎么了 女生就不能赢你了 你的意思 是你刚刚在让着我 我需要你让 让 他平时里赢的 为什么要被人说成是让 小碗先生笑着道 其实你气机也很好 也很好是什么意思 重来一局吧 叶卓也不废话 重来 对面的小碗先生皱了皱眉 这个喜塔拉的奇迹非常高深 就算重来一局 他也见不得赢得了他 现在很晚了 要不我们私下留个联系方式 有时间再切磋棋 他是平台大V 年收入超千万 平时不知道有多少女主播 都想约他喝茶聊天 这次他主动给对方联系方式 对方应该很高兴吧 毕竟 不是谁都有这个荣幸 小碗先生 要么把话说清楚 要么就重来一局 小碗先生依旧保持笑容 输赢只是个结果而已 没必要那么较真吧 不敢玩 叶卓微微挑眉 过分太过分了 老公 重玩就重玩 这次别让着他 老公教他做人 粉丝热情高涨 无奈之下 小碗先生只好应战 边上的助理看情况不对 立即拿手机 帮他下载破解棋局的攻略 有了攻略 还怕赢不了 小碗先生松了口气 笑着道 既然西塔拉不成情 你们放心 这次我不会再让他了 那种连脸都不敢露的女人 根本不值得你让 对对对 哈哈 老公好重分啊 对一开始 小碗先生一直跟着助理的提示走 小碗先生的骑路很明显 和上一句不一样了 叶卓微微挑眉 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可惜他这次只想速战速决 要不然 他非得遛这位小碗玩玩 于是 时不之内 他就堵死了小碗先生的所有后路 双炮将军吴子哥 小碗先生 承让了 对面小碗先生的脸色 直接就白了 他一直跟着攻略走 怎么还说了 边上的助理 也是一脸猛逼 他没想到 居然还有人能赢了手机 小姐姐好撒好 哎 路转粉 爱了爱了 卧槽 小姐姐好厉害啊 隔壁的 这次别又输不起啊 哈哈 这脸打的 我都替隔壁骚得慌 隔壁小碗先生的粉丝们 瞬间掩气息鼓 脸被打得啪啪作响 叶卓这次也没有废话 直接掐断了连麦 而这次和小碗先生的连麦 直接上了直播平台的热搜 Top1的位置 视频点击率在短短10分钟 就突破了10万 不过这些叶卓都不知道了 他下线之后 就去玩游戏了 晚上叶叔回来 叶卓将叶森失恋的事情 跟叶叔说了下 闻言 叶叔一棱 很显然他也不知道 叶森恋爱的事情 这种女孩子断了也好 这要是真结婚了 以后闹腾的日子 还在后面呢 都说妻嫌妇或少 那个李依依 一听就不是什么良人 叶卓点点头 我也觉得是这个李 雨落 叶卓接着道 妈 今天店里生意怎么样 很好 晚上那会儿 还排了两个小时的队 叶叔回答 叶卓想了想 要不咱们 把隔壁那两间店铺 也租下来吧 叶叔想了想 这些天的营业额 接着道 我听人说 租长约租金会少一点 要不再等等 也行 叶卓微微点头 一日早上 叶卓跑不回来 叶森坐在餐厅里 吃早餐了 就生俩相视一笑 谁也没说什么 一切静在不言中 看到叶森状态不错 叶卓也松了口气 吃完早饭 叶卓去上学 刚走出家门 远远的 就看到那边赵拼婷 在跟他招手 卓卓 拼婷 叶卓小跑着过去 赵拼婷跑得气喘吁吁的 脸上蒙了一层汗珠 叶卓笑着道 你跑那么急做什么 我怕你已经走了 赵拼婷家里管得的严 高三的孩子不给玩手机 所以 他没办法跟叶卓提前联系 叶卓道 说好了等你 我肯定会等你的 赵拼婷接着拿出早餐 这是我妈给我摊的鸡蛋饼 卓卓你尝尝 对待美食 叶卓向来是来者不拒的 结果鸡蛋饼就咬了一口 哇好好吃啊 阿姨手艺不错 赵拼婷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可能是因为 我们家都是胖子 叶卓慢条思理地 将鸡蛋饼吃完 接着道 拼婷 你有没有想过减肥 过度肥胖会引起脂肪肝 影响健康问题 赵拼婷愣了下 叶卓笑着道 拼婷 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 瘦下来肯定更好看 真 真的吗 赵拼婷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当然 叶卓点点头 难道你没听过这句话吗 每个胖子都是潜力骨 可是 我感觉我瘦不下来 赵拼婷接着道 我之前也减过肥 都饿晕过去了 也没瘦下来 哪个女孩子不爱美 赵拼婷也减肥过 但是试了很多办法 就是没能瘦下来 其实减肥不一定就要结实的 我知道一个偏方 你回去试试 只要你能坚持地下来 不用结实 也看到效果 赵拼婷好像又看到了希望 真的不用结实 叶卓接着道 不过这个偏方 还要以运动相互结合 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跑步 如果你想瘦下来的话 以后每天早上跟我一起跑步 五点半 夏天五点半还好 冬天五点半 天都还没亮呢 赵拼婷有些犹豫 见他这么犹豫 叶卓决定加一把火 拼婷 咱们今天已经高三 马上就要步入大学了 难道你不想要一个 全新的大学生活吗 文言 赵拼婷原本左右摇摆的心 瞬间坚定起来 为了全新的人生 拼了 好的卓卓 明天我就跟你一起跑步 夜卓点点头 等到了学校 我把我那个偏方写给你 嗯 上午第一节可是语文课 语文老师是蒋文辉 蒋文辉站在讲台上 手里拿着前几天考的试卷 我们班学生真是太聪明了 咱们全年级 一共只有三十六个普通班 我们班居然考了倒数第三 聪明 真是太聪明了 这语气 这表情 如果让不知道的人看见了 还以为他们班是考了正数第三 我的天啊 我们班平时几率好也就算了 为什么成绩也这么好呢 你们这群小家伙 可真是个天才 我真是喜欢死你们了 台下的学生 个个安静如鸡 憋着笑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蒋文辉敲了敲黑板 接着道 现在我来把试卷发一下 李敏101 孙大午102 张力115 赵平婷118 试卷都是按照由低到高的分数发的 夜卓141 读到夜卓的试卷时 蒋文辉的脸上才多了点笑容 这可是个好苗子 要是能用点心的话就更好了 夜卓站起来去讲台上拿卷子 文言 大家都朝夜卓看去 语文141 他是怎么做到的 全班最高分 这也太厉害了吧 蒋文辉拿着夜卓的试卷 夜同学 你知道你错哪了吗 课文填空 夜卓问道 知道自己错哪了 就证明还有救的 蒋文辉展开夜卓的试卷 很难得的没有正话反说 接着道 夜卓同学 你作文只扣了二分 阅读理解全对 为什么课文填空全错了呢 这可是送分题 但凡你花点功夫备备课文 也不至于七分全扣 你说这分扣得可不可惜 数学满分 英语满分 李总考了296 夜同学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文言 台下的学生皆到吸了口凉气 这总分加起来 怕是连火箭班都没人能超过 夜卓的认错态度非常诚恳 老师我知道错了 下次会注意的 蒋文辉拍了拍夜卓的肩膀 老师相信你 争取在下次的七中考试上 给咱们搬争口气 七中考试的排名 会张贴在校园里的光荣榜上 以往光荣榜上的名额 都被那十个火箭班抢走了 这次也终于轮到他们了 夜卓点点头 蒋文辉将试卷递给夜卓 接着道 你们大家也要向夜同学学习 不要每天都这么吊锒铛的 高三了 同志们 咱们高三了 不争馒头争口气行吗 行 台下的同学们热情高涨 蒋文辉满意地点点头 信号信号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周六 早上五点半 夜卓准时出门跑步 赵冰婷已经穿着运动装在等他了 卓卓 夜卓小跑着过去 跑完步 赵冰婷约夜卓中午一起出去吃饭 夜卓道 我中午还有个约 要不晚上吧 晚上我们叫上莉姿 一起去撸串 好啊 赵冰婷点点头 上午十一点 夜卓准时来到皇家咖啡厅 夜卓打开手机发消息给对方 我到了 你在哪 三楼L酒包厢 对方很快就回复了 马上到 夜卓走进咖啡厅 与此同时 包厢整体装修得比较素雅 偏古风 目光所及之处 皆是古典雕花工艺 微风轻浮 株连叮当 让人看上去非常舒服 黎千冬一脸激动地 在屋内走来走去 马上就要见到大神了 他激动了 五哥 你看我怎么样 我今天帅不帅 发型酷不酷 岑绍青坐在靠窗的木椅上 手里撵着佛珠 相比黎千冬 他可谓是淡定到不行 边上的闭色香炉里 燃着檀香 此时烟雾鸟鸟 隐隐约约间 将他衬得像个世外之人 剑层少卿不回答 黎千冬又转身问身边的妹妹 前美 你觉得哥今天怎么样 帅不帅 黎美美笑着道 帅帅帅 我哥最帅了 那就好 雨落 黎千冬又感觉到不对劲 不行不行 我还是得去换身衣服 万一大神没我帅 造型也没我的好 看到我这样 会不会自卑啊 黎美美无语地道 哥 你就别折腾了 马上人就该到了 为了见个面 黎千冬已经换了 十几次衣服 十几个造型了 也对 大神马上就到了 时间来不及了 无奈之下 黎千冬只能自己 将头发抓乱 争取让自己 看起来邋遢一点 千万不能抢了 大神的风头 黎千冬接着又交代 黎美美 千美 我告诉你 扭护路大神 可是很厉害的 你一会儿 一定要把握时机 让大神看到你 像他们这种技术宅大神 正常情况下 都没看过什么美女 你长得这么漂亮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 让她心动的 哥 你想太多了 黎美美接着道 说不定 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 而且 一般的技术宅大神 都是秃头 你说扭护路大神 会不会也是个秃子 技术宅喜欢熬夜做代码 熬夜等于秃头 黎美美的担心 也不是没有道理 黎千冬抓了抓头发 早知道我就去剃个光头了 也不知道大神 看到我这么旺盛的发量 会不会自卑 黎美美觉得 她哥想的有点多 哥 这种级别的大神 年纪应该很大才对 你说扭护路 会不会已经五六十岁了 摸下巴 很有这个可能 早知道我就去把头发染白了 万一大神看见我比她年轻 比她帅气 她不高兴怎么办 黎美美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咚咚咚 就在这时 空气中突然传来敲门声 本闭目养神的岑绍青 突然睁开眼睛 深邃的眼底 如同泼墨一般 根本看不到点 我去开门 黎美美跑去开门 等等 黎千冬拉住黎美美 怎么了 黎千冬安耐住激动的心情 我来 我来给大神开门 雨落 黎千冬便走过去开门 这一瞬间 他的手都是抖的 支呀 门开了 门外站着一道纤细的身影 身穿很简单的白色衬衫 一侧一百倍塞到裤腰里 有几分不羁的样子 身材很高挑 有些冷 还有些说不清楚的帅 怎么是个女生 黎千冬冷了下 抬头往他脸上看去 这一看 黎千冬直接就愣住了 满脸的失望地看着来人 这是叶卓 叶卓怎么来了 他不会是知道了岑绍青在这里 所以才找过来的吧 上赶着倒贴 这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 是你 黎千冬的语调有些不太好 叶卓也没想到是黎千冬 微微点头 是我 你来干什么 黎千冬接着道 你不会是来找我五哥的吧 我告诉你 我五哥已经有未婚期了 叶卓往后退了一步 没错 这里是L9包厢 他没找错地方 叶卓接着道 我是扭呼噜 YC 你是 岑先生 是 什么 这一刻 黎千冬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叶卓是扭呼噜 YC 怎么可能呢 扭呼噜 YC是谁 也不可能是叶卓 毕竟 叶卓可是云京有名的废物 就在这时 一道修长的身影从屋里走出来 因为逆着光 他的五官被笼罩在阴影里 朝他伸出手 你好 我是岑绍卿 扭呼噜 YC 叶卓 叶卓也不矫情 直接伸手握住他的手 女孩的手 不似男人的那般粗糙 细腻如玉 这手感 让岑绍卿想起了 很久以前 在拍卖行上得到的那块羊之玉 陈绍卿第一次知道 原来男女之间区别这么大 边上的黎千东 直接就猛了 不行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陈绍卿上当 他怎么可能是扭呼噜 YC呢 五哥 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陈绍卿逆了黎千东一眼 虽然只有淡淡一眼 却让黎千东遍体声寒 黎千东都快被陈绍卿唇死了 用脚趾头想想 也知道叶卓不可能是大神 而后 陈绍卿偏头看向叶卓 减点头 表示自己不会跟脑子不好的人一般见识 陈绍卿做出一个请的动作 里面请 叶卓跟上 屋内檀香鸟鸟 竹帘叮咚 布置得非常优雅 黎美美没想到 扭呼噜大神居然长这样 不是男的 年纪不大 更不是秃头 反而很年轻 而且非常漂亮 黎美美在京城什么样的美人没见过 但长这样的 还真是第一次见 这人要是到了京城 恐怕要引发地动山摇般的海啸 黎美美冷了下 然后赶紧忙着泡茶 坐 陈绍卿一手撵着佛珠 一手招待着叶卓坐下 极有绅士风度 叶卓坐下之后 黎美美赶紧端上泡好的茶 大神请喝茶 谢谢 叶卓抿了口茶 我时间不多 咱们直接进入主题 聊聊用金的事情吧 陈绍卿看了眼旁边的助理 助理赶紧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支票 陈绍卿接过支票 推到叶卓面前 金额你来填 资本家真是财大气粗 叶卓也不客气 拿起笔 低谋填了一串数字 而后 准备将支票推到陈绍卿面前 让他过目下 谁知 陈绍卿看也不看 直接道 你收好就行 我说过的话 从不会反悔 资本家就是有底气啊 好 叶卓将支票收起来 陈绍卿拍拍手 立即有人拿过来 我这里有一份数据有问题 你能给我看一下吗 可以 叶卓微微点头 既然资本家都这么好 那他也不能太小见 一份数据而已 助理将电脑递给叶卓 叶卓看了下 不是什么大问题 给我十分钟 而后 寂静的空间里 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键盘声 过了一两分钟 叶卓突然暂停下来 抬头看向陈绍卿 这里是怎么回事 陈绍卿走过来 站在叶卓身后 哪里有问题 叶卓折指电脑屏幕 就是这里 因为逆着光 有些看不清楚 陈绍卿微微轻声 一手撑着桌子 一手指着电脑屏幕 这里是多个用户 相互覆盖的使用数据集合 一句话说完 陈绍卿才意识到 两人离得有多近 这么看上去 就像他整个人 将他笼罩住了一样 他的下巴 甚至若有若无地 碰到了他的头发 软软的 像极了上好的绸缎 还带着淡淡的清香 叶卓一门心思都在数据上 根本就没意识到 两人距离得这么近 近得他只要一回头 红唇就会擦过他的下巴 讲解完数据问题后 陈绍卿站直了身体 坐回到原位置上去 端起茶杯 轻抿了一口茶 轻茶入口 很好地压住了心中的燥热 叶卓很认真地看着电脑 微微滴着毛子 线长的睫毛在眼瞼上 投下一层浅浅的阴影 如玉般的食指 飞快地穿梭在银色的键盘间 又洒又美 还有点冷 黎千东愣愣地站在一旁 就这么看着叶卓 瞳孔慢慢地变大 此时的黎千东才反应过来 他真是扭护路 YC 叶卓真的是 普通人可操作不了 这么复杂的数据 十分钟后 叶卓将电脑递给岑绍青 你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岑绍青接过电脑 没问题了 旁人用两个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他这里 只花了十分钟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岑绍青是绝对不会相信 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女生 会有这样的能力 也不知沐家得知自己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后 会不会后悔 毕竟 当初是沐大斌主动跟叶卓签了断绝书的 以他的性子 如果沐家不把事情做得内绝的话 他绝对会念及养育之恩 可惜 日后 他所有的荣誉 都跟沐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大 大神 对不起 黎千东走到叶卓面前 面红耳赤的道歉 黎千东第一次知道 原来真的有女生可以这么厉害 他恨不得打死以前那个沙雕的自己 蠢 真是太蠢了 叶卓看了他一眼 没事 听到叶卓说没事 黎千东松了口气 接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白色衬衫 大神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喜 叶卓愣了下 很显然是没有料到黎千东会找他要签名 不过 他也就冷了那么一瞬间 然后拿起笔 在白色衬衫上签上一行字 喜塔拉 YC 他的字立透纸背 眼睛流鼓间带着几分洒脱 非常好看 都说贱字如贱人 单看字的话 恐怕没人会猜到 写字的人是个女生 在黎千东见过的人里 除了陈绍青外 怕是没人能有资格和他相提并论 似及此 黎千东又是一愣 叶卓的字这么好看 怎么会被人说成是汉字都认不全的废物 流言蜚语 真是害死人 如果不是那些不服实际的流言的话 他也不会误会叶卓 还差点把他最崇拜的人都得罪了 现在想想 真是后悔莫及 签完鸣 叶卓将衬衫还给黎千东 转身跟陈绍青道别 这么快就要走 陈绍青脸佛珠的手顿了下 加个微信 行 叶卓点点头 我扫你还是你扫我 我扫你吧 陈绍青拿出手机 两人成功添加了微信 叶卓拿起背包 转身往门外走 腰挺得很直 明眼间裹挟着青脸 陈绍青先踏一步 修长的手指 摇起门前的珠帘 低沉的声音在叶卓的头顶上响起 叶小姐住在哪里的 我让司机送你一程 谢谢 不用了 叶卓婉拒 不用 陈绍青冷了下 他少时便居之高位 这些年来听惯了鳄鱼凤城 还是第一次被人拒绝 而且 对方还是个小女生 原来被拒绝的感觉 是这样的 陈绍青站在珠帘边上 看着那道纤细的身影 消失在电梯中 才收回视线 黎千东感叹道 五哥 我从来都没想过 原来叶小姐就是扭葫芦大神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黎千东是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这感觉 也太奇幻了 所以 以后还敢歧视女性吗 陈绍青微微挑眉 不敢了 黎千东是真的不敢了 今天真是刷新了他的三观 以前他觉得 男人才能无所不能 现在他才知道 女人一样能顶天立地 比如 像叶卓那样的 五爷 哥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黎美美疑惑地道 为什么叶小姐 不可以是扭葫芦大神啊 虽然叶卓有些年轻 还是个女生 但他身上看不到 半点小女生的娇气 反而霸气异常 站在岑绍青身边 也毫不逊色 在黎美美心中 大神就应该是这样的姿态 黎千东接着道 大神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穆家假千金 黎美美惊讶地捂住嘴巴 五爷的前卫婚妻 黎千东点点头 卧槽 缘分啊 黎美美惊讶地出声 如果大神没有被认回去的话 那他不就和五爷是一对了吗 一对 听到这句话 存绍青撵着佛珠的手指顿了下 浓密的眼睫 遮住了眸底的墨色 信号信号 叶卓一路来到银行 因为是中午的原因 大厅里没什么人 柜台小姐也懒洋洋的 看到叶卓是个小姑娘 就更加懒得搭理了 随口道 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 叶卓语调淡淡 我需要把支票上的金额 转到银行卡上 好的 柜台小姐瞄了眼叶卓 请出示银行卡身份证和支票 叶卓将银行卡身份 还有支票拿出来 看到支票的时候 柜台小姐原本懒洋洋的表情 瞬间变得惊悚起来 卧槽 她没看错吧 各十百千万十万 百万 千万 九千万 瞌睡什么的 在这一瞬间变得烟消云散 柜台小姐的脸上顿时挤满了笑容 叶小姐您好 请问您需要办理理财业务吗 我可以给您推荐几个不错的项目 叶卓微微抬眸 我卡里还有多少余额 除了OS系统之外 这几天 她也做了不少小任务 零零散散的 她也没有统计 您 我看一下 柜台小姐查了下余额 接着道 不算支票上的钱 您的卡里 现在有1268万活期存款 那就把零头画出来 买你说的那个理财项目吧 叶卓音调浅浅 零头 零头是多少 柜台小姐看了眼卡上了余额 零头还有68万 请问是用这68万买项目吗 叶卓微微挑眉 你不是说 我的卡里还有1268万吗 用268那个零头买 叶卓说的简单 好像200万在她眼里 只是两块钱一样 卧槽 原来 在有钱人眼中 200万就是个零头而已 好的 我这就给您办理 柜台小姐 心里多了开花了 上班这么久 这回终于让她遇见活的小富婆了 200万的理财 她最起码能拿2万块钱的提成 从银行出来 叶卓坐上计程车 出发盛东快递公司 盛东快递公司 也是叶森目前正在上班的快递公司 收购公司并不是临时起义 因为早有打算 在一个星期之前 叶卓就将盛东快递公司的底细摸清楚了 盛东快递是今年的新兴产业 因为创始人在国外投资别的项目 导致资金链短缺 快递公司目前的状况 是一天不一天 两个月前就起了转让的心思 但因价格谈不拢 加上很少有人懂快递这个行业 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也没有转让出去 叶森从事快递行业十年 经验丰富 叶卓觉得 他肯定有能力 让这家公司起死回生 约某二十分钟后 车子停在盛东快递总部的大门口 因为盛东快递目前还在发展中 并没有发展到全国各地 目前只有云金室友 其他城市并没有分布 所以规模并不是很大 小姑娘您找谁 叶卓刚进去 就被前台客服拦住 叶卓微微一笑 我姓叶 找吴董 您跟我这边请 叶卓跟上客服的脚步 不一会儿 就达到董市长的办公室 客服敲门 吴董 叶小姐来了 请进 叶卓推门进去 吴董今年五十多岁 近期为了公司的事 愁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头发都白了大半 他这个快递公司才开了一年 本来势头大好 没曾想国外的投资 突然出现危机 加上目前各大快递公司 联手垄断市场 最近生意越来越不景气 目前只能靠转让来 及时止损 看到来人就是个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时 吴董冷了下 接着道 请问你是叶小姐的助理吗 叶卓微微一笑 我就是叶卓 什么 他就是叶卓 小姑娘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对了 你是叶小姐的女儿吧 你妈妈呢 他这个快递公司 虽然已经走下坡路了 但是转让费 依旧需要一笔不小的数字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他能有这么多钱 叶卓从包里拿出一张支票 放在吴董面前的办公桌上 这是我们之前 在电话里谈好的价格 请问您合同准备好了吗 吴董又是一愣 叶卓接着道 吴董要是怕我开空投支票的话 可以打电话去银行查询 吴董抬头看了叶卓一眼 难不成 这个小姑娘 是个富二代 要知道 云金可是个富士 钱多得花不完的富二代 海了去了 寻常人眼中两千万 在他们眼中 连两百块都不值 意识到这些 吴董赶紧站起来 不好意思叶小姐 刚刚是我冒犯了 您快请坐 没事 叶卓坐在沙发上 吴董拿出 早就准备好的合同 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无奸不伤 吴董是先准备了两份合同 一份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份是存在漏洞的 日后公司 如果越做越大的话 他完全可以通过法院 再把公司要回来 成为股东之一 叶卓年纪这么小 怕是连合同都看不懂 又怎么会发现漏洞呢 吴董眼底蕴藏着得意 这样既能得到一笔巨款 还能让公司依旧信吴 简直就是一举两得 叶卓一目十行地看着合同 脸上没什么表情 须余将合同放回办公桌上 叶小姐看好了 吴董压制着眼底的得意 问道 叶卓微微点头 见叶卓脸上没有异色 吴董笑着拿出钢笔 那就签字吧 对了 为了避免日后有纠纷 还有几个地方需要按手印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这么大的漏洞 居然都看不到 真是太好忽悠了 也幸好他聪明 做好了两手打算 叶卓接过钢笔 低谋签字 见状 吴董眼底的得意之色 越来越浓烈 心头连日来阴霾此时 瞬间消失的一干二净 就在这时 叶卓却突然停了笔 叶小姐怎么了 是钢笔没没了吗 吴董疑惑地问道 叶卓微微一笑 眼底却染着一层寒意 吴董真拿我当小孩子忽悠呢 吴董一愣 难道叶卓看出来了 还是在炸糊 叶小姐 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不明白的您的意思 吴董揣着明白装糊涂 一个孩子 他能看懂什么 肯定是炸他的 叶卓将合同翻了两页 白皙的指尖指着合同上的漏洞 这里写的是入股 您能解释下 入股是什么意思吗 还有这里 这里 这里 拿出这样一份漏洞摆出的合同 您是在看不起谁呢 吴董见她是个小姑娘 就拿出一份这样的合同来忽悠她 实在是不地道 倘若她真的什么都不懂的话 这个哑巴亏 就吃定了 而且还是投诉无门的那种 看到这份合同 叶卓也明白了 为什么这家快递公司会面临倒闭 做生意人 连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 他不倒闭 谁倒闭 脸色直接就白了 额头上冷汗沉沉 他没想到 叶卓真的看懂了合同 这真的是个 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吗 我 我看看 吴董拿起合同 然后道 对不起叶小姐 是我拿错了合同 您应该签这份才对 这一下吴董也不敢再忽悠叶卓了 老老实实地 拿出那份没有问题的合同 叶卓看了眼新合同 确认没有问题后 就签了字 我现在带叶小姐 熟悉一下公司环境 吴董接着问道 明天吧 叶卓站起来 明天我舅舅会过来 到时候 你跟他交接工作上的问题就行 吴董点点头 跟在叶卓身后 恭敬的道 好的 另外 您看公司这些员工 见识了叶卓的本事之后 吴董也不敢拿叶卓当小孩子看待了 刚刚也是他眼拙 居然没看出来 这小姑娘身上 有着同龄身上没有的镇定和气场 就如同一个千方过境的上位者 就算是他这个五十多岁的人 在他面前 也没什么存在感 叶卓接着道 人员问题暂时不用更换 具体问题 等明天我舅舅来了他会有安排 好的 吴董点点头 我知道了 生怕在得罪了叶卓 吴董一脸小心翼翼地 将叶卓送出公司大楼 经过前台的时候 客服都惊呆了 甚至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这小姑娘是什么来路啊 全让他们老板这么恭敬 信号信号 看到现在时间还早 叶卓就去了寿楼部一趟 准备将商铺买下来 毕竟是要长期做生意的 就这么租着也不是回事 当寿楼部的寿楼小姐秦月 看到叶卓的时候 吓得魂都没了 天哪 叶卓怎么来了 难道叶卓是来找他退房子的 当初就是秦月和张继乳酪饭的大妈 一起忽悠叶卓 让叶卓一次幸赴了整整两年的租金 那个店铺的位置那么差 这么长时间都没剩意 叶卓肯定是来找茬的 秦月的脸都白了 明明是大夏天 他感觉浑身都发了 就在这时 叶卓已经走进来了 请问秦月在吗 当初租商铺的时候 是秦月一手办理的 叶卓在寿楼处 也不认识其他人 所以 买商铺 他依旧想找秦月 闻言 秦月心里咯噔一下 完了 叶卓真的是来找茬的 不行 不能让叶卓找到他 他的找个替罪羔羊才行 秦月吞了口口水 指着一个刚来的新员工道 小刘 你去接待那个客户 啊 新员工小刘冷了下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吗 秦月仗着自己 是老员工 语气特别冲 小刘有些为难的道 秦姐 可那个客户是过来找你的 秦月板着脸道 我让你去你就去 乃那么多的话 小心我让经理吵了你 叶卓和他们只隔着一个隔间 他的无感比普通人本来叫好 听见里面的动静声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个秦月 应该是心虚吧 以为他是来找麻烦的吧 叶卓微微挑眉 也没有直接点破 在秦月的施压下 小刘只好跑过来接待叶卓 小姐你好 请问有什么 我可以帮到您的吗 小刘有些紧张 他总觉得 叶卓来者不善 要不然秦月也不会将送上门的客户 推给他 叶卓微微一笑 我有点累了 可以去休息区说吗 您跟我这边来 小刘带着叶卓来到休息区 落座之后 叶卓这才缓缓开口 我叫叶卓 之前在你们这儿租过一套商铺 你可以查到吗 小刘拿出工作 iPad 嗯查到了叶小姐 是运城路那边的商铺对吗 对 叶卓微微点头 接着道 我现在想把那间商铺买下来 还有隔壁左右那两个空店铺 也一起买了 听到这句话 直接就小刘惊呆了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买 买三套商铺 那条小吃街的商铺 因为人流量不高 所以一直都没有出售出去 属于开发商自由 开发商为了将那三套商铺卖出去 给到售楼出十个点的奖励 谁要是能卖出去的话 不算提成 直接奖励二十万 二十万 要知道 他现在的月薪财 四千块钱 二十万够他上好几年的班了 小刘感觉自己 跟做梦一样 原本以为叶卓是来找麻烦的 谁知 这人就是个财神眼 好办上 小刘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您 您不是在开玩笑 叶卓道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签合同 这边请 小刘连忙站起来 小刘安耐住激动的心情 将三份合同递给叶卓 就在叶卓接过合同的时候 秦月却突然跳出来 一把推开小刘 叶小姐是我的客户 跟你有什么关系